俄乌战争迟迟未落幕 俄罗斯也没有臣服于西方制裁 花旗警告 接下来俄罗斯可能会将把铝等重要贵金属武器化 此举会导致市场价格陷入混乱 任何的出口管制措施都会在短期内对市场造成重大影响 CNN报导 花旗集团发布研究报告指出 接下来俄罗斯可能将贵金属武器化 若此事成真将老万全球供应链的运作 同时推升已经在高档的通货膨胀 全球约15%的铝 25%的把来自俄罗斯 报导提到俄罗斯总统普丁过去的行动 增加他们将贵金属武器化的可能性 俄罗斯大幅削减出口至欧洲的天然气数量 并在战争前期攻击乌克兰的农业基础设施 甚至封锁乌克兰的港口 成功将全球粮食供应武器化 不仅如此 花旗报告也关注俄罗斯在全球核电产业的角色 主要原因在于该国是荷兰料重要出口国 且目前该领并未完全受到西方制裁